长规航母究竟能不能迎娶电磁弹射小胶期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目前来说还没有国家来尝试过 谁也不知道用了电磁弹射以后 长规航母会不会变成集体点蜡烛 火力军小课堂开课了 今天呢咱们就来探讨一下 常规航母用上电磁的可行性 提问题 舰载机起降是选择顺风还是逆风 答案火力军会放在后面 看有多少朋友猜对了 火力军在一起也讲过 航母本身是没有战斗力 整个航母打击群的战斗力 主要集中在驱逐舰 护卫舰以及潜艇这些打手里面 而航母本身的战斗力 则是来源于携带的舰载机 这是航母的战斗核心 舰载机不行航母就拖垮 舰载机足够强 两栖攻击舰都能硬钢航母 同时短时间内起飞的速度与数量 也是衡量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何让舰载机更快更安全的起飞 一直都是各国最头疼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像英国那样 直接采购垂直起降的F35 前提是美国愿意教你这个朋友 战斗机在航母上的起飞环境 远远比不上陆地 毕竟飞行甲板长度有限 这也是制约舰载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不比过去 以前的舰载机很轻 一般只需要前半段飞行甲板 便可以正常起降 就算挂在了重型炸弹或鱼雷 舰载机也可以直接从甲板后方起飞 如今喷气机已经成为各国舰载机的主要机种 但动辄数十吨的起飞重量 就连美军都觉得头痛不已 舰载机无法只凭借发动机与飞行甲板达到起飞重量 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一些助推设施 才可以正常起降 很简单 谁家舰载机起飞得快 谁家的战斗机就越强 目前海军主要采用滑跃起飞 弹射起飞 垂直起飞三种方式 其中弹射起飞利用弹射器助推 可以使舰载机获得更高的加速度 具备短距起降重型战机的能力 是目前舰载机起飞的主流方式 当然没钱的海军只能选择技术难度低 又省钱的滑跃起飞 缺点就是效率低点 滑跃甲板最容易辨别 标志就是飞行甲板直通方向翘起一个角度 目前不管现役的还是刚退役的轻型航母 几乎都是采用滑跃起飞甲板 像英国无敌级 意大利加里波地级 宇加福尔吉 泰国扎克里纳旅贝特号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 就连现在刚出场的两栖攻击舰与战略投送舰 也都配备了滑跃飞行甲板 还兼顾垂直起降战机操作 总结滑跃起飞就一个字 省 省时间 省空间 省排水量 省动力 省人 当然最后都指向省钱 说白了 滑跃起飞就是给战斗机一个跳板 就像你在公园玩滑板一样 不需要单独研制战机弹射装置 另外俄罗斯也是采用滑跃起降方式 滑跃起飞的起飞重量及起飞效率 不如弹射起飞 作战效率远远低于弹射起飞 因为采用弹射起飞方式 可以选择全挂载的方式 但滑跃起飞就不一样了 就像苏33滑跃起飞时 只能携带相当于实际挂载能力 50%的有效挂载 这就重挫了这款重型制空战斗机的 空战能力和作战半径 当然有才有多金的国家都是采用蒸汽弹射的 凭借着水蒸汽受热膨胀后产生的强大推力 将舰载机弹出去 蒸汽弹射能够在一瞬间输出95兆胶耳的能力 即便是动辄数十吨的重型舰载机 也架不住这个推力 尼米兹级航母上装备有四台C13蒸汽弹射器 全功率运行时能在五分钟内弹射12架飞机 效率非常可观 而且成功率达98%以上 蒸汽弹射器到底是如何将舰载机加速到如此高的速度呢 当舰载机准备起飞时 航母调度员就会引导飞行员到指定位置 然后把舰载机用挂钩挂到滑锁上 并用牵引释放杆固定舰载机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控制室内的指挥员就会根据舰载机重量 来调控弹射器的蒸汽压力 如果压力过大 舰载机的起落架就会难以承受 甚至有可能起落架折断 所以蒸汽弹射对舰载机起落架的强度要求极高 但若是压力不够 舰载机就可能没有足够的速度飞上天 最终只能导致击毁人亡 根据舰载机的不同 所需要的压力也不同 都需要进行周密计算 只有当压力达到了一定水平后 才能确保不同类型舰载机的安全起飞 舰载机在准备起飞后 后方的挡焰板会升起 来阻挡发动机尾焰喷出的高温气体 当指挥员按下弹射按钮后 牵引释放杆会脱离 弹射器推动舰载机快速移动 就像一个火箭弹弓一样 在短短几秒内 便把一架静止状态的舰载机 加速到270公里每小时 在弹射完成以后 火载与划车会复位到初始位置 为下一次弹射做准备 当航母应用上蒸汽弹射以后 就连预警机 加油机或者电子战机 都可以进行弹射 有了这些战机的协同作战 能够大大提高航母作战能力 而采用华越式甲板的航母 只能放飞舰载战斗机 无法放飞预警机等类型的大型飞机 其战斗力自然不如 拥有蒸汽弹射的航母 不过蒸汽弹射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要配备蒸汽储罐 管线和辅助设备 这也导致体积与重量过于庞大 美国最新型蒸汽弹射器 全套体积达到1100立方米 全重接近500吨 可以说相当占地方 蒸汽弹射器工作时 需消耗大量蒸汽 如果以最小间隔进行弹射 16分钟后便会因为蒸汽压力过低 而无法继续弹射 而且会消耗锅炉20%的蒸汽 导致航母的航速降低 除了弹射器本身的设备 还有海水淡化设备 出水池 高压水泵 锅炉 加热装置等诸多附属设施 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 另外 蒸汽弹射的弹射力量调节范围小 无法弹射较轻的无人机 瞬间爆发的巨大推力 也让舰载机飞行员非常不适 这也使得蒸汽弹射器成为 制约航空母舰发展不可忽视的短板 尤其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 和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求增加 航空母舰舰载机的载弹量 和作战半径不断增长 对飞机的起飞重量和起飞速度 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的蒸汽弹射器渐渐力不从心 也正因这些无法避免的问题 各国便开始发展电磁弹射技术 这是将电能转换成磁能 再转换成动能 推动物体达到一定速度的系统 动力装置就是直线电机 系统通过输入强大的电流 使线圈产生磁场 使往复车加速 推动战机起飞 电弹最明显的特点 便是实现了瘦身减重 不像蒸汽弹射器 占据空间上千立方米 重达数百吨 同时还需要配备各种装置 而电弹不再需要高温高压的气缸和管道通路 重量小于280吨 体积更是只有几百立方米 操作人员和维护工作量减少了近三成 同时使机库甲板占用面积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其次 电弹比蒸汽弹射的最大能量幅度高20% 电弹系统可以根据重型战斗机和小型无人机 调节不同的加速度 起飞重量可在2吨到70吨调整 终端速度可以在50节至200节之间任意设定 并且加速度曲线非常平滑 有效避免了由于推力大小波动而对飞机机体结构造成的额外伤害 也将使飞机的有效载重增加15% 更大大改善了对飞行员弹射起飞时的承受负担 就像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 在加装电弹以后 日出动舰载机达到300余架次 比尼米兹级航母的起飞架次增多25% 加装电磁弹射器的航母 作战半径 作战时间和载弹量都将大幅提升 电弹不再产生大量蒸汽 可使能量利用效率达到60%以上 此外 电弹反应更加灵敏 在系统完全冷态条件下 电弹系统启动时间只需15分钟 相比蒸汽弹射器动辄几小时的准备时间 更加符合信息化战争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 无人机在使用蒸汽弹射器进行弹射时 常常因为无法调节的过大弹射功率而粉身碎骨 电磁弹射系统通过控制输入电流的扶植和频率 可精确控制系统产生的弹射推力 针对不同的弹射飞机提供专门方案 那么舰载机起飞时选择顺风还是逆风呢 现在火力军给出各位答案逆风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猜到了 逆风起飞 舰载机在同样的距离上相对于顺风 将会获得更大的空速 空速大就能保证舰载机获得更大的胜利 去保证安全起飞 好了言归正传 很多人都以为想用上电弹 就必须是核动力航母 理由是电弹极其耗电 常规动力用了 岂不是要让船员集体点蜡烛吗 只有核动力那个大充电宝才能配得上电弹 其实电弹与核动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常规动力也能用上 而且性能不变 起飞一架大型的舰载机 需要的能量超过140兆焦 由于需要推动重达30多吨的舰载机 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起飞 电弹需要瞬间大能量 如果在短时间内提供足够能量 那么就要求电弹的强迫储能装置的充电功率 要达到4兆瓦以上 四部弹射器就是16兆瓦 这个耗电量已经接近10万吨级航母上 30%的用电量了 这种几秒钟内释放的巨大电能 任何动力系统都无法支持 就是发电量很高的核航母发电机 也无法直接支持电弹 以美国福特号为例 动力舱安装了四个独立的发电机组 有两台核反应堆驱动这四个独立发电机组发电 发出来的电先储存在八套飞轮储能装置内 可以在弹射瞬间产生120亿胶耳的能量 将舰载机弹射出去 当然也有人建议电磁弹射设计一个巨大电通气 但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由于发电系统很难提供如此强大的能力 所以像电弹这种高效的弹射系统 建造起来也就不容易了 另外控制系统 导轨设计 电机和辅助系统等 都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 所以只要采用电磁弹射都需要安装机械强迫储能装置 至于电力来源就无所谓了 常规和能都一样 强迫储能装置是电弹的核心部件 不仅可以缓解发动机的压力 另外在弹射器不工作的时候 储备电量使发动机工作几乎不会受到冲击性电负荷的影响 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其实是安装了飞轮储能器 以及磐式发电机 航母动力系统输出带动发动机正常发电 一部分电力可以带动飞轮储能 每分钟可达4000转 每次储能45秒就能让磐式发电机的瞬间电量 进行一次舰载机弹射 这样一个储能释放循环 足以让弹射器每分钟弹射一次 讲到这儿就需要设计一个概念了 那就是全电推进 舰艇全电推进并不是什么新鲜词汇 电力推进船舶很早就有 最早提出的是英美 最早应用的也是英美 英国在45型驱逐舰上采用 美国在DDG1000上采用 福特级与伊丽莎白女王级同样应用了 其原理就是将动力系统与电力系统合二为一 把发动机通过轴系 把机械传动螺旋桨前进改为发动机负责发电 由电动机推动螺旋桨前进 如果只是按照机械原理能量转化来说 效率并不高 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最终的系统 舰船电力综合分配系统 有点就是电力分配更合理 省油节电 同时安装灵活 不受舰体轴系限制 可以给舰船控出宝贵的空间 安置其他设备 所以理论上来说 无论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 都可以使用电坛的 只要有足够能量提供 就可以正常运行 但目前来说 常规动力能提供的电力有限 如果非要使用电坛 势必会额外增加耗油量 在常规动力航母携带燃油量有限的前提下 将会减少所携带的舰载机燃油 难以保持航母战斗力 同时要将蒸汽系统改成电力系统 也会带来控制配置协调等很多难题 增加综合管理的复杂度 所以常规动力航母一般来说 不会采用电坛 尤其是对于航母技术还不是很强 经验不足的国家而言 电磁弹射器代表了未来中大型航母的发展方向 舰载机依托电磁弹射和蒸汽弹射进行弹射起飞 可有效避免滑越起飞方式的苛刻要求 有效提升整体作战实力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材料器件的改进 电磁弹射技术将向着提高弹射质量和弹射速度方向发展 除了将装备和动力航空母舰外 还可以与滑越跑道形状配合 进一步列装常规动力航母 甚至可以用于任何采用综合电力系统的舰艇之上 而且目前电磁弹射技术还处于其生命周期最开始 还是一个故障多发稳定性不足的阶段 但即便如此 目前实现的四百分之一的故障率指标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 迭代改进了五到六代的蒸汽弹射器的 同等水平 如果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学徒 在其实习期就可以做到和工作了三四十年的老工匠的同等水平 人们大约会认为他是天才 早期蒸汽弹射与其他类型弹射器的发展史更是惨不忍睹 但故障率远高于现在的电弹 更发生过多次严重的事故 例如1954年 美国海军就发生了班宁顿号液压弹射器爆炸事故 导致103人丧生 使得美国永久放弃了这类蒸汽弹射器 当代的任何先进工程产品都需要进行不断的迭代改进与进化 对于电磁弹射来说 同样会有一个迭代改进的过程 随着实际运作经验的不断累积 这样的问题会不断的暴露 也会被持续的加以解决 电磁弹射这种新技术的引进 确实对相关操作维护和使用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 相比于结构不算复杂 但需要几百个人围着转 不断拆卸润滑 维护伺候才能玩得转的蒸汽弹射器 电磁需要的人员肯定大大减少 费尸费力的体力劳动同样大幅减少 但对其人员的知识水平要求 却是急剧提升的 电磁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 起飞更多的舰载机 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 如果电力不足就无法使用电磁装置 或者利用率不足 就会导致舰载机无法起飞 航母上的舰载机起飞必须要借助外力 常规动力配置蒸汽弹射所需要的能量刚刚好 如果配备电磁就能量不足了 预速则不达 单说使用 核动力与常规动力对于电磁并无影响 影响的是效率 电磁的动力系统并非直接来自核反应堆 而是有另外一个功能装置 这才是重点 对于迷信核动力的人来说 认为核动力就比常规动力功能强大得多 核动力的功率密度要小于常规动力 不是核动力就一定比常规动力功率大 10万吨的尼米兹26万马力 比小英号28万马力小 11万吨的福特级才和小英号差不多 另外核动力并不适合给弹射器供电 核动力功率提升较慢 无法应付突然需要的大规模弹射 福特级就配备了16MW的柴油发电机 来为大规模弹射供电 相反蒸汽动力才真不适合常规航母 因为蒸汽弹射必须保持较高的蒸汽压力 常规航母的锅炉就不能停 还必须保持较高的运行功率 在港口停靠或者低速运行时 就会造成很大的燃料浪费 另外不用落后的蒸汽动力的常规航母 也是无法使用蒸弹的 而电弹可以适用任何动力的航母 你们觉得电磁弹射会是航母终极选择吗 有没有可能电磁弹射还未真正应用 便会被其他方式所替代 比如舰载机技术革新等 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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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